下载安装MyViewBoard 这时候呢 你注册完 记得要去登录你的账号比较好一点 登录其实 我打一下 登录你的账号完以后 下载就在这个地方 点这里的地方点起来 那我们的电脑是在Windows版 就点左边这个 那现在电脑就是六四位远 所以它在Chromebook也可以 那在Android盘本也可以安装 手机啦 这是手机 OK 好来 我们现在点这个 要点这个 下载 那其实这个程式下载完 你也可以给 直接给什么 学校同事 就不用每个人在下载 这程式都一样 OK吗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 如果没有登录之前长怎样 登录之后下载的话 Sorry 登录之后下载是在这里 如果没有登录 你再看一下 其实也可以直接下载啦 我们刚不点过这里吗 注册完 你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下载的 这里有产品 这边product 这边也可以下载啦 For Windu 也一样好 那下载我们直接做安装咯 安装各位也看一下 下载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理论上都会在下载区 下载了两次就变这样 这个程式不用 你只要挂在学校网站上 ftp上搭下来就不用每个人这样下载 对它快点两下 安装各位看一下 下载跟安装这是一起的 再跟你讲一遍 我们新北市所有的大电视都可以使用这个系统 所以今天学完到时候如果学校有大系统 我建议到时候可以把它装进去 那白板 那再单击电脑可以把来一定是同意 I accept 使用条款 下一步 next 那这里呢要输入一个有效的email 我建议你就打你的email 老师我不想打我email 只要有效的email就好了 这里跟注册倒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建议打一样 两个都是打email 上面打完复制贴上这里就好了 那等下我把它启动 各位让我把它跑完 那现在电脑都是64未远的 所以已经没有30% X64想提醒你这个 不用担心装起来又等下就中文的 那这个程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学校 那什么NAS FTP都可以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装起来在这里 装起来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哦 你在启动那瞬间是需要输入你刚申请的账号密码 才能够使用它全部的功能 所以刚刚第一件事要请各位先申请账号跟密码 别忘了哦 忘了就重新再申请一个吧 密码忘记是你的责任 所以现在这个数位时代就是都需要记录账号密码的 好来 他说要电邮件认证对不对 这地方有点小小困扰 从哪里呢 来来来来来 这里 登录邮件的地方嘛 邮件去搜邮件 搜邮件的地方 我要进到我的邮件去 要去搜邮件哦 所以要进到我的邮件 我刚输入这个密码 邮件嘛 这里 这地方我倒觉得有点困扰 这个 有看到吗 点这里 然后去启动它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OK吗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不是每次都要启动启动启动 收邮件 再立马动每条啦 没有人软你设计上 这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需要这个 那第二次还是需要账号密码 这个 我是这里打的 没关系 进来了 这样就登录完整的画面